今天上午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深圳举办 驻牢国家安全根基 加快香港游质即兴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选取研讨会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条例立法的重要意义 立法特点等议题进行研讨 全国港澳研究会有关负责人在主旨讲话中指出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圆满完成 是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进程的里程碑事件 意义非凡 它标志着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基本建成 为一国两制行稳致援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香港自此可轻装上阵 聚精会神拼经济谋发展促名声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符合国际法 和各国家各地区的一般通力和通行做法 立法程序严谨规范 公开透明 内容合法合理科学 美西方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 对条例的攻击抹黑毫无根据 明镜与好所有记者是否认为 匿训下落地市场